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音菩萨 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了观音菩萨 菩萨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拜这个木头 拜菩萨这个木颗 铜柱 石头 是不是拜什么意思 大家要记得一点 那么就讲菩萨是什么意思 那么后来讲菩萨再讲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后来我们讲下来 我们谈下来就是人生的目的就在要 我们当然人要开心 要快乐 人希望活得快乐 快乐一定要安心的 你心不安 你怎么可以快乐 那么我们就谈快乐的定义 那么我们说有钱是不是快乐 有名誉 有权利 有地位 是不是快乐 后来我们就把清朝顺之皇这首诗跟大家讲 讲就是快乐啊 皇帝也不一定快乐 你心安才快乐 有钱 有名誉 有地位都不一定快乐 所以后来我们就讲了 安心 心要安 佛法就是叫我们怎么去安心的 是一个安心的法门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的心怎么可以安 如果你不懂得修心 你一天到晚是拼命的赚钱 拼命的为船 为地位 拼命的为你的家庭的 拼命的工作 你这个心不安也没有用 所以安心 安心是要你自己去安的 别人不可以给你安心的 所以佛法是要自己修的 你不懂佛法 你怎么修 你根本不知道人是痛苦的 人的痛苦有多少种啊 为什么有痛苦啊 痛苦的由来是什么样啊 那么你 所以佛法三藏十二部 中国大圣佛法三藏十二部 金藏 绿藏 论状 百千六百六百六百多卷 你一生 你活到一百一百岁 你也读不完 因为一千八百多年来啊 我们的高僧大德啊 累积下来的那么多文献啊 是我们人类 所以这学的最丰富的 就是中国大圣佛法的三藏十二部 那么这个就叫你安心的法门 怎么去安心 但是佛门呢 其实有两大最重要你要知道的事情 一个是可以失忆的 另外一方面是不可失忆的 可以失忆的什么意思呢 你的想象力可以想得到的 你思维可以思维得到的 那么你看金呢 金有文字你可以思维啊 人家讲金说法你可以思维啊 文字里面你看得到 人家讲给你听你看得到 你要思维这一方面 所以这个是可以失忆的境界 可以失忆的 另外一方面呢 不可失忆的 不可失忆什么 不可失忆啊 不可失忆啊 就是靠第三者帮你忙的 因为自己的力量可能不够啊 你自己的烦恼啊 你自己解脱不了问题怎么办呢 有第三者 佛菩萨 罗汉 毗吉佛 他帮你的 佛菩萨帮你 那么你就说 我怎么知道有佛菩萨 我从来没有见过佛啊 也没有见过菩萨 我怎么知道他有啊 我告诉你啊 人不知道的东西多得很 庄子说 无声也有牙 天牙海角的牙 而汁也无牙 宇宙间呢 有无穷的生命的奥秘 无限的即时的领域 单纯我们那个聪明啊 很难全部知道的 现在科学的论证 逻辑的推理 对宇宙很多现象啊 也不能给我们很满意的解释 佛教啊 称 介绍超意识的思想啊 称它为 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你说 我没有见过佛啊 我没有见过菩萨 我怎么知道他可以帮我忙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四十几年修学佛法 我遇见不可思议的人啊 很多很多 其中最奇怪呢 就是什么人呢 阴阳眼的人 你听过没有 阴阳眼呢 阴阳眼 阴阳眼是什么意思呢 他可以见鬼的 但是见鬼的阴阳眼的人啊 我认识的人有二十几会 他们都是信佛的也有 不信佛的也有 他们他的眼睛可以看见鬼啊 你看见过鬼没有 你没有看见过鬼 你不相信有鬼 看见过有鬼就相信有鬼了 但是科学可以说没有鬼吗 科学啊 他不可以论证有鬼啊 不可以论证有鬼 但是也不可以论证没有鬼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事情根本科学推你也推不出来 那么我遇见这个可以见鬼的人啊 阴阳眼的人啊 好二十多会 其中有优惠的就很奇怪的 上一个月他还来吃饭呢 还来过堂啊 他是一个医生 他是张的张医生 大夫 他是一个大夫 那么他不但可以 这个人就奇怪在哪里的 我现在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告诉你 不可适议的境界 可适议的荣誉 你看书啊 看经啊 听人讲经啊 一个思维领域里面 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 不难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有佛菩萨 为什么人对他拜啊 对他念经念佛啊 有很大的意义 你要知道啊 那这个人怎么我告诉你啊 这个不可适议的事情 我现在就用 半个小时的时间 告诉你一点 那么你在观音室里面 你工作 你就知道 佛菩萨的力量 为什么我们 这个清洁佛像的时候 我们要很尊重啊 为什么我们那个布 要很干净啊 为什么我们对佛菩萨 要尊重啊 我们到佛堂里面要拜啊 我们拜了两千六百多年啊 人家都不知道的吗 有理由的 有理由的 这个张医生是怎么样啊 他是从大陆来的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西医 他不是中医 他是西医 他是在广东上里面 我不讲他这个医院的名字 他在医院里面是外科主任 这个医院呢 就是他是外科主任 张医生他现在他上一个月来他现在他已经移民到这里十几年了那么他也到香港去也到这里来的他是外科主任他专业是什么呢老科他跟您开道的老科他他这个人呢他怎么样呢他听到我在电台里面华 华侨基生啊我讲呢他就听他是他是广东省的人啊广东人啊他听得很欢喜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法师我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的啊六年前的事情八年前的事情啊他说法师啊我我希望跟你见面谈谈话 那么我就跟他见面谈话呢后来呢他就把他行医的经验呢他的经历的集中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告诉我 他临走的时候还跟我说他说法师啊凡是鬼神感应的故事啊都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很有关系的那么法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可以随便的引用我刚才跟你讲过的 这个真人真事你可以用那么结果这样可以穿人为善要知道人不可以做恶事要做善事 因为有因果报应是很厉害的那么我就将他三件他经历的事告诉你总比讲很深奥的佛理给你听你可能不明白吧那么讲他这个经历过的故事你一定要知道了 我们一定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得到了嘛他怎么告诉我呢他说啊在某年就是大概是文法大革命文革啊 这时候的秋天他的医院里面呢这个疾症时里面呢受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病人这个人的病情很厉害啊他这个胃大量的出血 他透过很多血出来了他这个血压下降他的呼吸跟这个脉搏啊都很微弱啊 随时已经昏迷状态了随时可能死亡的他马上他们呢因为这个这个张医生当时在做在这个急诊室里面工作嘛 那么他们他们的护士啊跟这个医生啊十几个小时抢救他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啊稍微稳定下来了 当时就清神两点多钟他说那么他这个张医生已经啊抢救了十几个小时很累了嘛 就退到自己的值班师里面就稍微休息一下他一坐上来从门进来一坐上来他披建着门啊门里面这个门西啊门不是有这个小的门西的吗门西里面这个病人啊也飘进来了飘飘进来了一飘飘进来他就告诉这个张医生这个张医生可以看见的吗他有一两眼吗我们看不见鬼啊 他有一两眼吗这个飘飘进来的病人呢就告诉他张医生讲广东话的是广东医院的麻烦你了你不要再挽留我了我要走了他起着外面的门呢他说外面有野要要带我走那什么是有野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的广东话有野野就是什么有东西可能是人可能是人可能是人 人可能是鬼可能是有野野要带我走了那么他讲完以后一转身头又不回的就走了那么后来呢马上那个护士进来了敲门了敲门了就报告啊病人的死碎 那个张医生就说我知道了那个护士哎呦你怎么知道呢病人已经告诉他了吗已经死亡了吗 那么还有一件第二状态的事情也是在文革的时候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啊 要下放到五七干部学校里面再受教育 后来他被派去修这个水库 还有两位年轻一点的干部也是高级干部啊 三个人要修这个水库那么他们早上开会啊常常要开会的嘛 大家要开会下午呢他们就打庄打这个木庄 那么下午呢那么这个干部啊高级干部啊年纪大了六十多岁了这个时候 那么他是很疲劳疲劳很疲劳呢那么他就不站起来打这个庄了 年轻的呢在用这个铁锤啊铁锤一点一点的打这个庄 他就他就端着地上扶着这个木庄 那么两旁就打了打这个这个铁锤子一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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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锤的打进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太疲劳了和也可能是这个精神太闪闪闪患了不集中精神 他一个水子一打打就在头上了啊几天他惨叫一声哇惨叫一声这个头泼啊这个这个穴啊就 这样出来了倒在地上 这个头有问题的嘛一打打中了哦 所以你们工作是很小心的你们不集中精神啊你这个水一锤打下去啊一打中不得了啊 那么这个张医生是老科的专科嘛马上就就这个急证室里面推到急证室里面 那个时候啊这个病人呢很危险 那么张医生马上给他检查嘛他发指他这个颅骨啊已经破烂破了 还有这个碎片已经插进那个老干里面里面已经没有希望了 那个病人已经漾漾一息 呼吸呼吸也差不多停止了 脉搏也也差不多停止了 结果急救无效呢算不死亡 那么当时张医生呢检查过以后没办法了已经死亡了 也是退回他这个值班房里面休息没办法了这个病人已经死去了 哎这个病人呢也跟着进来了一转头他也进来了 他跟他谈话了哦 张医生多谢你真是麻烦你了 我要跟外面的有两个爷要带我走了 爷啊你知道广东话爷是什么呢是东西有东西要带我走 那个张医生跟他讲了很好奇跟他讲 你说有两个爷什么爷啊 你看阴阳阳的人看见鬼的有很多人看见 但是跟他讲话的不一定有的 还有跟他沟通的不一定有的 那就问他的好奇嘛 他说你说有爷要带你走是什么爷啊 那么这个鬼魂没有回答他 那个鬼魂还说他说 这个事情啊与打我头的人无关 其实我已经到期了 不打头啊也会有其他原因出事的 我是应有此报的 那么他这个话讲完以后一转身就飘出去 那么这个张医生还说啊你慢走啊 为什么这样呢他习惯了嘛 他跟这个病人死的鬼的病人跟生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嘛 他说你慢走你慢走啊他不怕的那就走了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鬼魂感激他来区别的道别 那么还有一桩是什么呢 大概是大概是文革也是文革的时候的事情 因为这个人他这个壮年就是文革嘛 文革文革的时候嘛 他1966年的时候大概是夏天 他在执政时里面又收了一位农民 这个农民啊就是车上农民就是给车撞到他的 车一撞到他撞到他 他进医院的时候啊头啊胸啊四肢啊已经大量的出血了 他已经昏迷过去了 脉搏啊跟这个夫婿啊都差不多要很很微弱的 随时会伤众死亡的 那么张医生呢那个跟其他的护士啊马上要急救他呢 你看在执政时里面工作的人呢他有两个心态他告诉我 他说我们在执政时里面呢有两个心态一定有的 一个是积极另外是乐观 什么积极呢 病人呢抢救的病人来的时候 你不积极啊你慢调西里的 你又积极的实际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 所以他们这个效率啊又很高的 要救人吗很积极的 还有很乐观的乐观什么呢 那个病人已经很危险了 你不可以说哎呀反正他危险了迷惘了 我就哎呀我不乐观了我们不救了不行的 所以我们我们常常一句话嘛积极乐观 积极乐观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执政时里面的工作人员要积极的要 要乐观的一定可以救一定 马上救不可以慢是这样的嘛 他就马上把他大家都马上把他救了 他说啊根据这个张医生的讲啊他说 根据他三十几年的行医的经验呢 如果是病人呢命不该绝的 他进医院的时候可能就伤势如何的燃重 医务人员呢在救他抢救他的过程里面呢 他自然头脑很清醒的很敏捷的有条不纹的这样 一点一点一点的救他 本来是伤势很严重的快要死的 一点一点的救他呢 他马上就改善过来了 这样的相反来讲啊 如果是病人呢那个寿宿已尽了 寿命没有了 他进来的时候可能是精神异议 他自己可以办你没有人推他进来的 他自己进来的时候呢可以办手续 还可以跟你谈话还精神异议的 但是如果是他的寿命快要尽的时候呢 医务人员呢在处理他的病况的时候呢 在治疗的时候就产生很多治疗的问题的 那不知何故遇上很多困难 结果那个病情呢渐渐的走下坡 导致他死亡的很奇怪啊 所以因果注定你什么时候死亡 因果注定你的生死的 那么这个农民怎么样呢 这个农民他入院的时候 这个伤势已经很严重了 他吸的血很多啊 昏迷多时了围在旦夕了 但是奇怪的很啊 经过一番的抢救啊 很多急救的程序啊 什么输血啦 吸氧气啦 补温啦 诶 这个所有这个急救的程序啊 二十几分钟马上把它做好 对吧很快的嘛 他慢慢慢慢呢 诶他好像很顺利哦 每一个护士啊医生呢 做得很顺利 那么这个这个受伤的人啊 慢慢慢慢好像有改善了 那个伤者啊清醒以后啊 当日就被推进那个手 手术师里面进行另外的一个彻底的治疗 情况令人满意 本来进来的时候啊 哎呀快要死掉了嘛 医生大量的出血了嘛 撞到这个车撞到他了 那么第二天那个病人就对张医生讲了 这个张医生不是第二天有又去见他了吗 那个病人啊 没有死 病人没有死 他对张医生讲了 他说张医生感谢你救了我 昨天啊 我在床位的天花板上面 看见你们工作啊 诶 你看见我们工作 是啊 我在天花上面 我这样看你们 你们那个护士站在哪里 你拿什么东西 你讲什么话 我全部听见 原来怎么样呢 他就灵魂离开了身体了 就在天花板上面 他看见自己 看见他抢救的情况 那么这个张医生就讲了 当时你是全身有血了 你记得吗 出了大量的血啊 我看不见自己啊 但是我看见你们 到后来不知怎么样呢 有人在我背后一推 把他把我推进去了 我一推进去 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看见你们 我就看见你们了 那不知是谁推他 一推 把这个身体推进 可能是把他推进他的身体里面 所以 这三件三庄事情 就告诉我 给我们这个护士是什么样的 人的一今生死了 不过是一期的生命终结 结束又会有另外一期的生命 我告诉你 人不是这一生 还有过去生 还有现在的一生 现在你是一生吗 还有过去生 还有未来生 如果是你 你这一生啊 还是迷迷糊糊的 还是有业力的 你就带你这一生的业力啊 往下生就轮回去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一生 我们上一期不是跟大家讲吗 人为什么生到这个习债上来 人为何而来 你不想这个问题吗 你是迷迷糊糊的一天工作啊 赚钱啊 买东西买电视啊 建房子啊 为你儿女啊 工作啊 工作完你就要死了 生老病死 你就这样死亡 你就算数了吗 就是人有什么痛苦啊 生老病死 你四项目已经够你瘦了 你现在身体还健康啊 你怎么知道明天怎么样 你可以担保啊 我就不肯担保 你肯担保你明天没事吗 你万一明天没有了 你就迷迷糊糊的 又轮转到第二生去了 你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上啊 你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上 人家说啊 为什么我生到这个世界上呢 你生到世界上啊 因为你是带业而来的 你有业力带来的 为什么业力呢 你这一生的遭遇 就是因为你前生所做上来的 你前生你做了就是善的因啊 你这一生就有善的果 为什么人呢 有富有的 有贫穷的 有样貌好的 有样貌不好的 有很如意的 有不如意的 有生在很穷的国家呢 有生在很富的国家呢 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不是佛罚你的 也不是元老王要你这样做 也不是任何人 是你自己的业力做出来的 所以佛门里面讲啊 你自作自受 这个不是很合逻辑吗 如果是有一个倡造者给你的 就不合逻辑了 为什么他给我不好的东西啊 给你好的东西啊 公平不公平啊 不是 你前生做 不但是前一生 你很多很多生里面做上来的 你们今天在一起啊 一个家庭里面 父子 兄弟 姊妹 传是有缘而来的 你以前见过面 没有缘你不会在一起 有恶缘 有顺缘 有利缘 有好缘 不好缘的 你的儿女呢 就对你不好 他是来讨债的 好缘的 他来还债的就好了 报恩的来就好了 他跟你 他以前受你的恩惠 他这一生来报恩的 他很听你话 抱怨的来你就禅了 他害死你还要 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是带业而来的 你有前生的 你前生做得好不好 我前生我怎么知道啊 不公平啊 我不知道我前生做什么 为什么不公平 前生是谁做的 业也不是你自己做的吗 为什么不公平呢 你做出来的事情 为什么不公平呢 那么前生有这个业力的带到这一生 那么这样呢 你这一生的业力也带到下一生去 那么有人这样讲 哎呀 这样有什么希望 我反正以前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 现在我有受了 但是佛告诉我们可以改的 业力可以 你这一生就可以改啊 如果是你这一生啊 全是做不好的事 你我们广东话 你死的快一点 你受的更多 你这一生 我要告诉你啊 你们每个人的职业啊 他做的事情很重要 你一天到晚在图场里面工作 天天杀 或者是你做的不好的事情啊 你这一生就有果报 现生就有果报 因果报应业力轮回嘛 所以我们讲下来怎么样呢 我们就代业而来 也带到下一生去 人死的不是只有这一生 还有下一生的 这个还有下一生往哪里去啊 有六道轮回嘛 六道轮回什么 也可以可能转到人去了 出生鬼道 天阿修罗 地狱 那么有人说啊 我为什么不见了菩萨啊 我为什么不见了佛啊 我知道鬼啊 我相信有鬼啊 因为我有朋友 有亲戚朋友 有他看见过啊 我有感觉到有鬼啊 我告诉你啊 看见鬼的人很多啊 我知道可能里面也有 我也看见过啊 也不什么稀奇的 为什么人可以看见鬼 不看见佛菩萨呢 你思维这个道理吗 你知道这个道理吗 因为鬼啊 因为鬼啊 跟我们这个业力很近 就是我们比他好的不太多 出生的业跟我们那个业啊 差不多 所以我们看见他 所以我们看见他 他们看见我们 鬼这个业力也跟我们 我们比他这个业力好 我们清净的多了 我们做的好事比他多 为什么要投生到鬼道啊 投生到出生道啊 为什么走地狱啊 因为他做的不好 所以他自自然然的 这个因果报应牵他下去 不是佛要他下去的 你不好的是 这个因果律把你牵到 这个因果律是自然的 种瓜得瓜 你种瓜你不可能得豆的 你种瓜都瓜种豆都豆 但是你什么时候这个果出来呢 就不一定了 因为你每一个的生长的时间不同的嘛 所以你在六道轮回 下一生是哪一道呢 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你生到天道了 天道只有快乐没有痛苦 生到天上 但是也有死亡 就是天呢 怎么可以生人死了以后 为什么他可以生到天呢 他要做十个善业才可以生到天 什么善业啊 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恶口 不遗语 不良舍 不贪 不撑 不吃 你可以做到吗 你可以做到吗 你做到很彻底 你就差不多是圣人了 你如果是人里面 你修十善 你完全不杀生 完全不偷东西 完全你不没有邪淫 你还不恶口 你有没有骂人 恶口 妄语 遗语 两舌 讲是非 害人 还有意念里面有贪嗔痴 你就不可以生天上享福 你还是做人 人里面呢 你五戒里面呢 你守的一戒才可以做人 哪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引走 那么你 如果是你五戒里面 你守得很彻底 你就做一个上品的人 就是为什么人呢 也有健康 也有钱 家庭也好啊 他还有九十几岁才命中 为什么他想福想那么好啊 他五戒里面守得很好啊 我们呢 没有守好啊 还是苦啊 身体也不一定好啊 钱也没有人多啊 我们要求很多东西 我们求不到 就因为你 你做出来的事情 所以 佛菩萨怎么样呢 佛菩萨怎么样 他经过漫长时间的修行 修心 修行以后做人 修行不是躲到身上上 做净做啥的修行啊 他是做人啊 他做人里面 他做一切的善事 还修心 那么这样一修下去啊 他就怎么样呢 他超脱了生死 他不用在生死里面干活了 这个意思怎么样呢 他不投胎了 他是超越了生死 菩萨 奥罗汉 毕之佛 登地的菩萨 大力菩萨 佛啊 他已经超越了生死 不再轮转生死了 不再轮转生死 我打一个批语啊 佛菩萨以前修行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山林里面修行 这个很苦的山林里面 他走出去了 他走出去了以后呢 他也不愿意回头了 到这个苦的地方不愿意回头 但是他这样想 如果我不回头啊 我怎么救我们的同胞呢 我们的同胞还在森林里面受苦啊 我知道怎么出来了 我找到这个图 我找到这个地图了 我已经从这个痛苦的森林里面走出来了 我不用生死了 但是我这个地图我找到了 我不告诉我的同胞兄弟啊 那么这个就不够慈悲了 我要回去 我要拿着这个地图啊 要回去告诉他 你要这样走啊 你要走出去 你不走出去 你生生世世的生死苦海 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 愿真慧五愿之圣苦 生生世世的在苦 那么所以佛菩萨就是 把佛法带到阴间里面呢 他已经超脱了 那么我们呢 经过那么两千六百多年了 就把佛的 以下来的言与文字留在现在 你根据他去修行 你可以脱离的三界六道轮回 永远是 常乐我尽的境界 不用轮回生死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佛不但是救你的生命 这一生的生命 还救你的慧命 什么叫慧命呢 你救你 你当一个医生 你救他 我病了 我快要死了 你把我救活了 你救我一期的生命 这一生你救了我了 佛不是啊 他救你永远的生命 你不用再死了吗 他救你是慧 智慧的慧 他把你的慧命 把你拉出去 从苦海里面拉出去 所以佛菩萨的伟大在怎么样呢 他救人彻底的把你 从生死苦海拉出去 所以我们学佛 我们不是有两个方面吗 可以失忆的这个方面 不可失忆的这个方面 可以失忆的这个方面 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要安心 你要修行 你不要做恶事 你要做好事 一点一点的修行 净化你的业力 如果你的业力里面 全部是污染的 你就惨了 你在出生地狱鬼 你往里面转了 如果是你懂得修行 你就不会往里面转 这个可以示意的境界 有文字 讲经说法 修行拜佛 还有一种不可失忆的境界就是佛菩萨 他在冥冥之中可以救你的 你要跟他沟通 你看不见他 因为你跟他距离太远了 你可以看见鬼 因为你跟鬼那个业力近 《地藏经》里面不是讲吗 不是威神力 就是鬼 就是业力 比如说 我说我没有看见过地狱 我可以到地狱去看看 我看见地狱我就相信 你不一定可以看见地狱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你看见地狱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样呢 佛菩萨的力量 那里去看看 也有这个 我们经文里面很多例子 佛菩萨帮助很多人 你要看地狱 他用神力把你引到地狱去 你看地狱的情况 所以我们《地藏经》里面 有地狱的情况 对吗 很多人也看见过 不过你们 你们没有看这个书 很多千千万万的例子 他们往地狱去 不是威神力 就是自己的业力 神力可以带你去看 另外一个你要到地狱去 怎么样 你自己的业力牵你下去 你不去也不行 你的恶业多 我不要下地狱 我不去 行吗 不行 业力要牵你进去 不是业力就是神力 如果是你的心诚 你求菩萨 菩萨的可能 要你见到佛菩萨 也不一定 也有人见佛菩萨 但是很少很少 见鬼的人多 见佛菩萨的人少 为什么呢 我们那个业 跟他这个距离太远了 看不见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佛法在世界上 不但是人类 哲学的一个文明的保障 还是令你可以了生唾死 你这一生还不知道 还是迷迷糊糊的 赚钱工作休息 为儿女为你 要买房子建房子 买电视机买家具 这样有钱买东西 没有钱 我的钱不够人多 天天是赚钱 天天在烦恼里面干活 你想你有没有机会 停下来想一想 人为何生到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意义 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呢 人的目的是什么 人的意义是什么 佛啊 菩萨 就是要你想一想啊 不是盲目的拜啊 我不告诉你 你不知道啊 关于世来的人 要拜哪里拜 是不是迷信啊 不是迷信 你自己不明白啊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在伟大的佛法里面 你天天几种的干活 打你的食指 打你的地基 去你的木头啊 我有时看见你们啊 不珍惜你在节里的时间啊 你一个礼拜啊 才一天啊 你浪费的时间 不是二十分钟 对你人生啊 很大的影响 你一生受用 你回去中国去 你自己 我要修学佛法 我要了生托死 这一生完了以后 还要下一生呢 你慢慢的想一想 你做人呢 一百年过去就算了吗 有什么意思 你要根据佛 伟大的佛陀 伟大的菩萨 去修行 脱离这个痛苦 脱离这个人生的苦海 这是佛法 西加牟尼佛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救你出去 你不知道没办法 救也救不了你 现在你知道呢 就是一个开始